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4 1月29 那這件作品是昨天1月28號畫完成的 那我現在在做影片的剪輯 那這張圖是畫水仙花的田 有種滿水仙花的田 那我是參考一些圖片來畫的 並不是真實寫生的 那這已經是畫好的 那所以後面我會慢慢去解說這個整個過程 怎麼畫配色或者是那個位置構圖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看整張是偏綠色跟藍色調 然後這麼大面積偏冷 中冷色調 卻有一些偏暖的 那就是花的花心部分 那所以我們要把 把那個花當主題的話 我是偏向在畫面 往上上半部 然後靠近中間偏左偏右的地方 讓它有巨跟散的一個區別 讓它有巨跟散的區別 那最主要是越上面的我要越清楚 然後畫的越精緻一點 然後越下面的我要越模糊 然後讓它對比比較大 那這樣就有上下跟左右的空間的強弱之分 所以在構圖的時候 你面對一個景 你要就要先去思考 我哪一些部分 我要在畫的時候 要給它刻畫細緻一點 然後在哪些地方 要給它弱一點 那一般刻畫細緻一點 就是在主要主題的部分 也就是在整個畫面 如果畫一個景緻 就是會坐落在這四個點其中之一 那因為這隻花是朝上的 所以它會坐落在這四個點 畫面畫一個景緻 有交叉四個點 它是錯落在這個四個點 是偏上半部的那兩點之間 那也就是說 它讓我們看到整張畫面 它植物是那種所謂的相關性的植物 的那種感覺 然後往上生長 影像陽光的感覺 那所以這跟我們說 把它把它剪下來 然後插在花瓶的花 或者是自己在利用囚徑 種在盆子裡面 它還是有點差別 所以什麼是最自然的 最好就是去學生 最好就是在體驗你去看 那就是最好的狀態 好那我們現在構圖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上色 那開始上色 我用淡淡的 有一個淡淡的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是因為我筆沒有洗乾淨 不小心弄到的 現在再刷 那最主要是要讓它先打濕 打濕完 開始從天空 跟天空下面有一些層次的遠近的 的樹或者是山的變化 那它不是主題 但是卻非常重要 因為你要畫出 能夠遠退後退 深遠的視覺關係 那你就是要在把握 屍中屍的時候去做出這種色彩亮暗的層次 跟那個飽和度的一個差異的一個區別 那我們這樣畫 慢慢加濃 加濃 那水就不要多了 因為紙本身它是濕潤的 所以你就是慢慢加慢慢加 一層一層加 然後不要再調水 然後遇到那個花瓣 畫的部分 就要稍微避開一點 稍微避開一點 然後天空跟元素的部分 就要慢慢的先把那個空間 做深遠的那個層次色調變化 那接下來就是往下面做就是那些 啊 葉子跟梗的部分 那個我們不用做得太清楚 我們只要把它的特徵描繪出來就行了 所以一開始先打它的主色 比方說草綠色、綠色 然後到藍色、深藍色、紫藍色 讓它做一個葉子的層次的變化 然後等它拌乾的時候 再加第二層更深的東西 但是在這個要加之前 那個花就要開始慢慢畫 花開始慢慢畫的時候 首先它受光的一定是最白的 因為那些水仙是白色的 但是它的中間有一個 一個部分它比較漂亮的顏色 就是黃色、橘黃色這個部分 或是花的中間的那個部分 那花瓣跟花瓣本身它有上下前後的關係 所以它是有很淡的 很淡的 淡紫藍色 非常亮的淡紫藍色 來處理它陰暗部分 然後橘黃色的那個 中間那個花它也是要有層次 因為它是有受到光線的變化 產生了亮暗、深淡顏色的不同的變化 那個也要做出來 然後最後再來 再來運用我們花跟背景的關係 把花形更清楚更明確勾勒出來 花的形狀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我是加了 那個是我調好的那個阿拉伯膠 因為現在紙是很濕的 我要加濃一點 我就調一點阿拉伯膠 盡量不要讓它 顏色擴展的太過分 所以阿拉伯膠其實還蠻好用的 你要讓畫面有失中式暈染的感覺 又要讓它說不要擴展的太誇張 暈染的太誇張 這是使用這樣的一個媒材來做 它是一個很棒的輔助的材料 然後這樣做完之後 就要把握一樣是失中式的狀態 再把層次再做深 深淺的變化再多遠一點 所以說有時候畫到不對地方 你就是要用衛生紙稍微擦拭一下 然後再重新把形體跟層次再處理一下 現在慢慢因為背景的關係 所以因為這樣子把一些 花跟背景的關係的那個形態 要開始勾勒了 那現在上面還沒有全乾 不是很好做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從 我們下面的葉子的部分的層次要先做 所以說那個花形大致上 一個一撮 就是一撮的那個花形 慢慢交代出來之後 再來做其他的 然後慢慢的再把 把那個葉子 葉子 葉子是用一種 基礎葉子 它是長條扁狀的 由下而上的形態 然後很自然的呈現出來 所以這時候葉子跟葉子之間的堆疊 就會呈現一種蠻抽象性的美感 那這種美感裡面當中有 有深跟淺的顏色變化 也有色細色相不同的變化 然後該很亮的盡量留 該很暗的盡量加 再一切都在半乾半時中去完成 那到最後乾了之後 再來重點式的加就可以了 那目前這樣看大致上第一層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底下我就不講太多 有需要再補充了 我再來補充 那我們就來聽一點音樂 《衆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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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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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开始把一片一片花的这个花瓣 上跟下的关系交代清楚 上跟下,上比較瘦光,下比較飛光 所以下,它轉折面的地方或者是重疊的地方要稍微強化一下 就是把它加深一點 可是它的深不是很深喔,因為它是白色的 所以用非常淡的紫藍色,非常清淡的紫藍色來處理就可以了 然後整個花的上下的關係,一整撮 你要把它看作一個個體 它往左上方那邊大片的是偏亮的 往右下方的那個地方是偏暗的 所以那個亮暗一開始要先做出一個類似球 球聚狀體,球狀體的那種亮暗的變化 然後再細分,單一一片一片的上下關係的變化 以及上跟下光影的陰影這處的變化 然後最後再來畫那個 那個花的中間那個黃色的部分 黃色的部分也是要深淡的 黃色橘紅色的那個瘦光的變化 那這邊大致先補充到一點點 所以那個花怎麼畫,是慢慢堆疊 不是一朵一朵畫出來的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請你用眼睛看會比較清楚 な cried 我有的 四朵畫 好了其實 是不是 然後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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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